黃鈞晨 先發的捕手是林玉紅 然後黃鈞晨呢 在比賽中後段的GTA上來 也打了兩個打樹了 兩次都是從這個菲利浦手中 敲出彎打 對 那現在則是面對黃青智 阿達 這一棒打成就在左半邊方向 落地時間正安打 要衝反壘 繞過三點之後回傳反壘 這個球轉接 這個球轉接回來之後 轉傳 失敗掉了 黃鈞晨 黃鈞晨再見安打 兄弟校隊在12局的下半 贏得了比賽的勝利 只有比數5比4 不能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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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他有輕微的腦震盪 所以不能打頭 小心 是可以拿水澆他 但是不能這個打到頭 黃鈞晨 英雄人物 真的是一戰成名 一棒成名 今晚他當了英雄 特別是在這一兩個禮拜 對他來講 是非常難熬的時刻 除了在禮拜二的那場比賽 被投手147的訴求打到頭之外 他家裡最近也有一些狀況 但是他這一棒 讓兄弟校隊 在12局的下半 贏得了比賽的勝利 兄弟校隊靠著黃鈞晨 單場的第三支安打 同時也是一支再見安打 終止了三連半的成績 同時也終止了 LAMIGO桃園隊的五連勝 黃鈞晨的再見安打 讓兄弟校隊在12局的下半 最終是以5比4 一分之差 氣走了LAMIGO桃園隊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